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呢 包括从县级往上甚至村都有 那发达了 那专门他们会找一些 在这个他管辖的范围之内 一些可能不是最著名的酒店 但是呢一定是最有情调或者最隐蔽的酒店 他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己认为的可能 那在这样的酒店里 上面的酒店的总经理 跟下面的相关的人马吧 跟他很熟 包括固定的房间 大家注意到 这个古开来杀掉这个海伍德的时候 给海伍德叫到那个酒店 那就是人家的根据地 固定的房间 对吧 他有他的好处 他隐蔽啊 不能让自己老公老婆知道 但他有他的坏处 被人盯着 被人盯着 就被敌手干掉 被敌手干掉 现在这手活最好是越来越露骨 所以大家看到呢 是不是重庆市的那个区的区委书记 有人说有待鉴定 据说呢 重庆市委呢 对这件事情很审慎 没拒绝 没说不 说要调查 那都一丝误挂 光不流条了 全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调查 咱也不知道他该怎么面对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 一个区的区委书记被人干掉了 这可重庆市的 那可能意味着 薄熙来整个这一套人马 跟另外一派人马 还不再不咬口 不合拍的 指不定谁整谁呢 但是现在他整到这份上呢 是这个级别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人家的玩法是那么玩法 而截止到现在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 大家记住 那个糟老头子找的那个女孩 照片上那个女孩只有18岁 而就在两三天前 在贵州 五个孩子被冻死了 如果我们反衬过来 说的比较极端了 那未来的孩子们 如果要想求得好的生活 可能或者说避免死亡 这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不就这个体制本身扼杀的人性 下面各具有根据地 中共上层打斗的过程当中 十八大七个常委出现的过程当中 不都是在维护着自己的根据地吗 长征是播种机啊 走到哪 种子下在哪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人据说东虫下草 现在炒的比黄金还厉害 东虫下草最一开始 节目提到就是黄菊死了 已经这人没了 黄菊当初就东虫下草的热爱者 可不知道咱是不是当萝卜干吃 那就不知道 但是黄菊有个偏口 也不是偏口了 就是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 搞女人 这就是我说的 搞女人多乱呢 她吃虫子 今天因为这事 因为党的官员们要补 把东城下草给炒成那样了 老百姓吃虫虫下草的 老百姓的孩子都冻死在垃圾箱里了 我骂这个体制有什么不成的呢 很多人在这个体制之下不敢反抗 不敢如何 然后扭过脸来说国家不能乱 我还是说那句话 你找女人的时候乱不乱呢 明知乱你还找 我管不住自己的 所以这就是邪恶到这份上 党的高层争权夺利 维护自己的根据地 不就是要维护那一份东西吗 他维护的一切目标很清楚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揭示出 他实际转载的翻译的是路透社的一些报道 揭示出在中共这一次 十八大人选过程中的背后的黑幕 文章这么说的 西方媒体曝光七个常委选拔幕后斗争激烈 文章讲说 中共十八大定夺政治局常委七个成员的关键过程 斗争极其激烈 笼罩在老人干政的阴霾之下 不过这一过程由于采纳了投票方式 也被视为中共将党内民主投放于最高权力层的首次常识 那就是中共崩溃了 党内民主投票 谁也吃不了谁 然后大家按票数说 又没按实际票数走 汪洋的票数高下来了 然后按照这个票数当个说辞 然后彼此在抹劫 彼此在打架 就是 然后我们党的领袖就产生了 然后众多人说党是伟大的 你说这什么和什么呀 咱就原来说句不好听的话 驴跟马弄在一起是什么 骡子 骡子是什么 绝火 废物 就这东西 他不咬扣 不搭茶了吗 强调的独裁的体制 强调一个中心 然后内部之间谁也吃不了谁 干上党内民主 你这不是瞎扯吗 弄一群人在这瞎扯 花八十万人 包括小脚针机队 保护他们一起瞎扯 然后说我们很伟大 这大家说实话 你反过头来稍微明白了 一看 这找不着词去形容 真的找不着词去形容 文章讲说 中共退休领导人 透过十八大前夕的干预和投票 圈出了一支难以定夺的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的七个常委名单 同时将两名普遍被认为属于改革派的汪洋和李源潮 勾画到常委的局外 这里有人说呢 李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造成了他们俩的出局 那我自己的说法呢 其实就那么回事 维护自己的根据地 就这么简单 对吧 维护自己的根据地 不至于在向那个重庆的那个什么北培区的区委书记 跑那忙活的时候被人给 怎么着了 对不对 你知道北培区这一个区委书记出事 有多少区委书记在忙活着换根据地 他心里打鼓啊 他也知道这事没法弄 但他管不住自己 所以这就是我骂共产党最龌龊的地方 你那头找女人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找到孙女那一旦 你过来来你说共产党不能缺 缺了共产党中国会乱 那真的不是个人话 这话真不是个人话 你怎么想怎么它不是个人话 我没骂人啊 那是个鬼话 那你说了 你生是马克思的人 死是马克思的鬼吗 那你自己都这么说 你非要跟着党走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一定要回归正常的人的生活 才应该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为什么你们把自己的儿子孙子 这个女儿给弄到海外 人说了一句话 这地方生活安静平稳正常 是不是 你跟你儿子都这么说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我就想想 灭着良心呢 其实不是灭着良心 良心都没了 就这么干 就这么以国家的名义干 难道它不是一种邪恶吗 文章紧接着讲说 路透社报道 摸底投票是中共党内 首次实行党内民主以来 解决最高权力层的派系斗争 前一次类似投票是在2007年 被用来决定下一届政治局委员的 没头了 独裁的体制 找不出一个独裁的人物 强权的人物 然后用党内民主的方式 来平息他们之间的打咒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样的方式 又被集团利用 权力集团利用 来要自己的人 卡掉别人的人 这就是党内民主 所以大家想想多邪恶 但是我想说呢 这就是崩溃了 因为我们一直提到 他不合拍不匹配 他是独裁的体制 要毛泽东式的 邓小平式的强权人物 到了江泽民这儿 已经不成了 但是江泽民呢 最大限度的利用了 邓小平的话 猫理论 所以最大限度的用钱 用淫荡 用放纵 去笼络他的人 然后紧接着后头呢 给他配了一个软弹 就是胡锦涛 所以他就得逞了 他你看起来呢 他不是个强权人物 但他的内在呢 还是一个完整的体制 所以他能生存下来 到了今天就崩了 他里面最高层一投票 就崩了 而投票里头呢 又掺杂着像这个李鹏这样的人 各个利益集团去维护自己根据地的时候呢 这就完全不合拍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不是他行不行 而是他整个崩溃了 他自己就崩掉了 文章紧接着报道 路透社在独家报道当中援引了两个消息 参加决策者是中共中央17届政治局的24名委员 这里把薄熙来干掉了 原来是25个 和已经退休的10多名中共高层领导人 这很可能是已经退休还活着的政治局常委 他们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一共进行了10个回合的讨论 那包括至少两次非正式投票 老人们在这一决定过程当中 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并且施压 在10月底再次投票 把李源潮推出常委之门 我个人觉得 谁上谁下 就是小 对吧 就是块肉 你上多高 他也是块肉 咱对比一下 重庆的北培区的区委书记 在忙活的时候 他觉得他老盖了 老厉害了 对吧 他是爷 底下被人安个摄像头 爷 我让你噎着 这东西是一样的 七老八十的 以国家为国家负责的名义 去保护自己的势力 保护自己的根据地 所以这就是我说 那是正常人吗 那是正常人吗 不是的 所以看起这一个层面 是中共权力的打斗 利益集团的打斗 谁上谁下 另外一个层面 他们在真正表现出 魔鬼的真实的一面 很多朋友还不相信 我觉得这就是真实 罗头社接着讲说 中共领导层的人选 透过老人和即将离任者之间的讨价还价 来提前决定的 他们都希望保留自己的影响力和家族利益 摸底投票 尽管不能视为对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诉求 但是的确为部分派系内斗提供了一种解决的途径 对民主是一种亵游 对民主是一种糟蹋 对民主是一种侮辱 其实就是这么点事 对吧 他们也非常懂得人应该怎么样 但是他们被这种利益拴着 就像十八大上的江泽民一样 都那样 手脚都那样 眼睛贼豪实 都不用上机油 他永远不生锈 他那眼睛贼豪实 这就是一样 而这样的人是中国的领袖 这样的人是决定着中共政治局常委 这样的人成为了党的国家的领导人 其实谁都看得出来 而这个杨黄春秋的杂志社的副社长杨继生 他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编辑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他说这些出局者 或许赛翁失马 这就是没准的事 他讲说末底投票并非是一种法定的手续 不过也是一张牌 既然没有一个说了算的权威式人物 只好投票了 这也算是像民主的一小步 我觉得真的很荒唐 我就说这话 像算成民主的一小步 这是对民主的一种侮辱 那法定手续 这就是党内人士 在党混了一辈子 想求得改变的一种 用共产党文化的方式在思考 党内投票 什么叫法律手续啊 你就是个党 法律是对国家而言 对吧 人家共产党自己说的 违反党纪国法 对不对 党纪是你里面的方规 没有法律 有什么法定手续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说 不是说杨启成先生如何如何 不是 我觉得这都是很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我只是说 在党文化的熏陶之下 在反共产党 否定共产党的时候 用着党文化所灌输的观念 和看法去表述 还在他圈里面 其实昨天的一篇文章里 我觉得说的蛮对的 就是黄河在BBC的一篇文章 换来换去 还是共产党 他们维护的是共产党的利益 他们家的根据地 不是咱家 不是老百姓 所以不否定共产党 其他都没用 否定共产党 否定的是观念 否定的是党文化 否定的是这种体制 杨启成接着讲 汪洋和李元朝被排出局 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福之所医 因为不带常委头衔的头套 使得他们得以在 不受约束的情况下 有着更加广泛的施展空间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可能是可能不是了 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教授 王同心 党史教授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教授 王同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西方对中国的民主制度不了解 多有猜疑 中共的投票制度不仅体现在票数上 也体现在协商的过程 教授说这么一段话 民主是中国式的民主 就是大家谁吃不了谁了 然后就民主了 维护自己的根据地 你说这教授 你干啥还说这话 但是他为什么觉得很正常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在党文化的熏陶之下 形成了自己的观念 他根本出不了这套 所以才说出这种荒唐的话 那张同心接着讲说 我们的民主制度是由基层往上 集中了全党的意见 这些同志都符合条件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并非能不能干的问题 而是要考虑更加合适的问题 他们是否更加适合担任其他职务 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才 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集中了全党的意见 集中了你意见了吗 张同心先生 张同心教授 谁问过您的意见 斗嗝 我就说斗嗝 说的话都斗嗝 然后后面说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是能干不能干的问题 要考虑更加适合的问题 要综合考虑人尽其才 这是非常典型的 官场的片汤话 片汤 干不干 稀不稀 菜不菜 面不面 片汤 大家想想从上至下 这就是今天 所以我说呢 其实党已经崩溃了 党的人选 党的机构 跟这个体制 他们自己已经完全冲突了 这就是我讲的 作为个体的普通的中国人 你一定跟共产党说不 在我个人看来 天灭中共的最后一刻 老天爷最后的那一睁眼 那一干 可能就在眼前 人们不相信神 人们不相信魔 不相信鬼 有一天 很快的一天 能够看到神的 有资格 佛性被保下来 他可能有资格看到 老天爷的神明的一面 没资格的 你就看到了魔鬼的一面 这就叫善用善报 恶恶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